最容易忽略的是S1897可以装精致枪口 大幅度尖小子弹扩散 这就是变相提升威力和射程呀 幸好它最高只有完好品质 不然威力肯定包表 就算现在也不可小叙 打六级如砍瓜切菜 买把信号枪吧 等会儿有大用 过来蹲一蹲 运气好可以蹲到一个 显然运气还不错 一个瓢仔向我走来 就是一发的事 搞定 没有悬念 原来是同行 高爆我就笑纳了 也不去打boss 感觉活摄区更适合我 一见喷子嘛 弯到车不见了 显然有人进去 好消息 直到车还在 赶紧跟上 他开的不会那么快 我猜他还没到图书馆 看来猜对了 跟他抢图书馆去 只要拿下就高枕无忧了 nice 这招板是不爽 他注定要为我免费打工了 不对呀 小怪太聚集了 还不动 不会成河了吧 越想越有可能 直接打 反正在上面我无所畏惧 来人更好 喷子打凝圣磨就是过瘾 还没动着我就先开吧 信号枪在手 可别告诉我这么轻松 人都没见着就拿下辐射区 玩好AM啊 可惜品质有点差 蓝图来了 不是吧 就这 金条一根没见着 蓝图也没了 这图书馆也太坑了吧 去看看弯道那边什么情况 如果有人早就有动静了 大概率已经成河 果然箱子都没开 怕是要白捡了 先把小怪解决了 还好是喷子 威力够大 这么多都奈何不了我 猜对了 呀 俩 就这呀 啥都没有 看情况连瓢仔都不如呢 好在箱子没动就行 别把金条带走 但这把是真黑呀 救不出金条 是要破纪录的节奏 人来了 人还没到 枪声先到 找他去吧 反正我也不飞 毫无压力 直接跟他拼了 算了 稳住 别老 先去图书馆吧 万一他是六级呢 万一能爆红呢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知道了 小山头 敌不动 我都不动 不是吧 有人呼叫飞机 他在干啥呀 箱子都没开呢 我人还在这呢 我都没打信号枪 他竟然先打 一定是套路 我不上当 就是不动 飞机都来了 我就不信他能干些 不来图书馆看看 就这么走了 我就知道 全是假的 他终于忍不住了 到最后还是得来 等着 让他感受下 喷子的威力 刺不刺激 非得这么好奇 没听过好奇 害死猫吗 这下舒服了吧 可惜只有粉光 估计是五级 果然 还有辐射板吧 也行 苍蝇腿再小也是肉 啥时候把武器箱开了呢 我竟然不知道 最后五个箱子了 不会真没金条了吧 小蛇 这个时间竟然还有人来 保险起见 先回图书馆 有SKS了 远程不再是问题 至少可以吓唬他 不过等了半天 也没动静了 搞不懂 去看看 我也要好奇害死猫了 真没有 他什么情况 干啥来了 开两枪啥也不干就走了 嗯 继续开 怎么也得出几根金条吧 最后一个箱子 再不绝杀没机会了 nice 最后关头人品爆发 这下心里好受多了 打了信号圈 准备坐飞机回家 很轻松嘛 没想到竟然有195万 才两根金条而已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 拜拜